近日,C罗加盟沙特球队利亚德胜利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 即使不少权威媒体为其澄清并未加盟 就连此前采访他的摩根也发文说道 这是谣言并未加盟 但是,也还是有许多媒体继续表示 C罗已经加盟利亚德胜利 在10月5日晚高级记者罗马诺发文称 沙特球队利亚德胜利的内部人员告诉我 球队确实已经向和曼联解约的C罗提出了一份正式的报价 这份报价总金额为每个赛季2亿欧元 合同至2025年到期 而且,合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赞助的费用 目前还不能得知C罗是否能与沙特球队因肖像权的问题达成一致 这两位记者还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 目前C罗本人对于此传闻一直没有回复 也可能是为了百分百专注世界杯 等待世界杯结束再再对此事进行回复 C罗曾经在炮轰曼联的采访中说过 如果世界杯夺冠就宣布退役 这样看来,C罗一定是要等待世界杯结束后再做出抉择